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缓冲质量 真数错误码 版本号3.4.37 2018年8月23日15.40分10秒 播放流水90463B7C769B16C13910A237A3A79A070201 本地日志点击下载 点击清除 腾讯视频观看完整版 即前赛老英零V5部网贝克梅菲尔德精彩基金 按住画面 移动小窗 XWINDOW DATAVIDEOAR PUSHVB00272 ZONE 2 IMG HTTP INOOS GTIMG.COM MNOOS UP LS049673006996404800 G視頻 即前赛老英零V5部网贝克梅菲尔德精彩基金 时长月5分55秒 腾讯体育室北京时间8月24日 2018赛季NFLB三周季前赛继续进行 上个赛季联盟排名垫底的克利夫拉布朗做这主场迎战 未免冠军费成老英 上半场布朗取得5-0领先 下半场双方护胶白卷 最终布朗仅凭借着一切任意球和一次安全分5-0战胜老英队 未免冠军进攻全场迪尼在课程遭遇零风 第一节比赛 布朗对连续三波进攻拿到手工啥的段去一马线 可接连四弹进攻全部选择传球 过于单调的进攻模式 被老英队声声按下 泰罗的泰勒也在第四弹进攻中被推出界外弄伤手腕 布朗对赛宾折将措施得分机会 除了泰勒之外 先发脚为单子二的野兽伤下场 老英本方一马线发动进攻 伤与付诸的尼科福尔斯在端区内脚下一滑 被前撞狼迈尔斯加雷特触碰送出安全分 布朗对二比零取得领先 撞狼贝克梅菲尔德带队登场 今年状态不俗的外接手拉沙德西杰斯基球推进过半场 之后布朗再次自挡墙打失败 先为格纳德埃弗里制造福尔斯调球 布朗再次幸运的拿回球权 第一节比赛结束前 布朗三当转化再度失败 二比零领先老英 第二节比赛 布朗队虽然没能拿到手工 可利用第一节的球权转换 还是以任意球收尾 布朗五比零老英 老英对次分为尼克福尔斯今天明显不在状态 送出一次安全分一次掉球之后又送出一次抄截 布朗讲为布拉德伯迪卡尔宏很精彩的腾空完成抄截 将自家进攻组再次送上场 福尔斯终于找回状态 长传卡特拿下大马术 斯莫姆的连续冲球拿手工 在此时老英队再次调球送出球权 布朗进攻组再无建树 欣喜的是太罗德太乐 经过检查后伤无大歹转回赛场 上半场比赛结束前 福尔斯率队杀气老英红区 可紧接着再次被抄截 上半场比赛结束 布朗五比零老英 第三阶比赛 双方一开始军无建树 纷纷更换大量球员 老英这边三号四分为内特·萨德菲尔的替化尼克福尔斯登场 而布朗队则由新生尼克查布担任路面进攻的阻力 布朗今天帮手组展现出惊人的战力 让老英队毫无可乘之机 年轻的萨德菲尔 都被冲得七荤八素 路面进攻也无从施展 第三阶比赛结束前 布朗队回谷取的两套进攻及时位置 比分还是五零 第四阶比赛 雷菲尔的衣裳来就紧准长船找到布罗德 葛之后的达阵传球 在被干扰下明显出现偏差 忙中出错被老英脚为安安特·马特多斯抄结 并回攻过半场 布朗队一个防守拉人将老英送进红区 萨德菲尔的几次传球无果后 踢球手杰克埃利奥特一脚踢丢33码刃一球 最终 下半场双方互交白卷 比分停留在5比0 布朗队取得一前赛第二胜 关键球员数据 克利夫兰布朗 四分为泰罗德 泰纳11传6中65码 四分为贝克梅菲尔的 12传8中76码一抄结 防守端锋麦尔斯加雷特 三勤鲍二勤杀一次安全分 费成老英 四分为尼克福尔斯 17传13中127码 二抄结一调球 四分为内特萨德菲尔的 21传11中72码 炮卫威德、埃尔斯莫尼德海的 12次冲球53码 外接手的安杰洛卡特 四次接球推进T13码 大版 版权声明 本文系腾讯体育独家稿件 背景授权 不得转载 否则坚持有法律责任 这边有法律费的安杰洛卡特